好 老公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会跟咱妈说的 对不对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为了咱俩的幸福 你就配合一下坚持一下 好不好 我请你一个 真爱唱 三 三 我听着妈喊我了 咱也不说了啊 我要上战场了 挂了 身边太有穿上 我一个厕所都停掉了 这 这哪只十分钟 这俩十分钟都过 赶紧呢 赶紧呢 这 这就去啊 走吧 走吧 这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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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先看吧 也可以打不出 stats 我想让你给我改一个发型 改一个 这发型干净立了 一看挺女强人的 我就是不想再当女强人了 我想做一个那种那样的 就是妩媚一点的那种 等会儿给你看 我找一个差不多类型的 我这头发长 我这头发跟这个长板应该差不多 我想要做类似于这样的发型 您看行吗 OK 好 谢谢 都挺正常的 没问题 太好了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非常感谢 都是老相识的 还跟我客气什么 现在啊 不孕不育可太多了 别给孩子们太大压力 你这越想怀啊 他就越怀不上 把心情放松 可能就怀上了 妈 你听大夫说 好了 好了 你这病人多 我们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改天我请你吃饭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他们俩都挺健康的 过一段如果再怀不上 你再来找我 我肯定让你帮着大孙子 太好了 太好了 不来了 怎么不来 怀不上 我还得帮你叫来 谢谢 谢谢啊 好了 谢谢大夫 大夫说谢谢 谢谢大夫 走了啊 请进 秦总 屋总来了 好 请他进来 坐 干吗这么看着我 不是 我从来没见你这样 不是 这打扮挺好的 不是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打算把许总的那份合同 转给你 真的 那份合同对于我来讲 没有任何意义 我为什么不成全你呢 不是 那你 没别的什么条件吗 你希望有什么别的条件吗 当然不是 不是 前几天你不是还 改主意了 不行啊 行 对不起啊 焦焦啊 我在公司谈事呢 怎么着还不理我妈 还板上脸呢 我没病您不开心啊 您还想让我有病是怎么的 你说你们俩身体都健康 都没问题 那怎么她就生不出个孩子呢 妈 你没听这医生说吗 就这个你不能给我们太大压力 你越给我们压力 我们越生不出来 是 人大夫说了 生孩子是跟压力有关系 那你说你们刚结婚那会儿 我给过你们什么压力 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生了吗 不是也没有生吗 就是因为这些年你们都没生我才着急了 你们应该把我的压力变成一种动力就对了 这女人生孩子就跟鸡下个蛋一样 她很容易 怎么到了林小倩那儿就这么难呢 对 我也在想怎么就这么难呢 妈 今儿个回去 我好好向小倩传达您的精神指示 让她转压力为动力 赶紧把孩子给生下来 你快拉倒吧 你敢这么对待林小倩呢 你在小倩呢 就是个孙子 嘿 妈您这话说的 我怕您老看事情不看本质 你以为我平时对林小倩那样是怕的吗 我嬉皮笑脸那样 我那是逗她 当我真正急了 我一板脸 以我的气场震慑她的时候 她必须怕 我在家里必须有重大的权威 她必须不能说个不的 对 她是不敢说个不 但是她敢说坚决不 您要这么说话 您您您就太了解我了 您 回家啊 回家 晚上一块儿吃饭 好啊 那你等我电话啊 嗯 拜拜 咱接着说 我问您说到哪儿呢 不是 你不是说把那份合同转让给我吗 咱们现在就可以办手续了 着什么急啊 这么大的生意 你还不得请我吃个饭什么呢 那行 我明儿请你吃饭 好了吧 不行 我要今天晚上跟你一块吃饭 你都听到我约人了 我不管 你看着办吧 妈 嗯 回来了 这跑哪儿去了一走一天啊 哎呀 带三儿 上医院去检查了 咋了三儿 病了 哎呀 没病 健康着呢 还是老问题 哎呀 去看看 生育的问题 哦 那这个大夫怎么说的呀 身体倍儿爆 吃麻麻行 哎 那这就怪了 两人好好的咋就生不出个孩子来呢 是啊 两人好好的咋就生不出个孩子 这也是我一天天一天天睡不着吃不下 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哎呀 哎呀 哎呀媳妇儿 这检查过程甭提了 哎呀太难受了 这直击我的灵魂啊 有种眼电气惊魂的感觉 太难过了 具体过程我回去跟你一一付出啊 结果 结果必须好啊 大夫说我身体那是一级棒 生一个连的孩子都没有问题 哎呀我知道不成问题 我问你啊 咱妈怎么说 咱妈更生气了呗 咱俩身体明明都这么好 为什么生不出孩子呗 哎呀媳妇儿我现在 我真有点心虚啊 你说咱俩 那个计谋回来不会败了吗 哎呀不会的 这个啊你不用担心 身体好好的 插穿什么毛病都没有 但怀不上孩子的人 大有人在呀 我们现在 就要钻这个控制 哎 你千万别心虚啊 你妈聪明着呢 千万别让她看出来 我们现在 就要装着那个生啊 想生不出来的那种 痛苦的状态 先得骗自己 才能骗得了别人 这道理你懂了吗 嗯 嗯 挂了 真是笨蛋 哎呀 你说这里边会不会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你说 会不会是他们故意不生 故意不生 啊 不会 哎怎么不会啊 你看那小倩他们也很着急 也一次一次你看我带他们检查 吃药中药西药没少吃 这怎么会不想生呢 我可听说了啊 现在好多女孩子都不想要孩子 三儿你还不知道吗 对她那个老婆是唯命是从 她老婆说什么她连个屁她都不敢放 我估计啊 会不会是小倩就不想要孩子 会吗 我也只是这么在这猜的 我也是猜的 你别太当真了 哎呀 让我这么一说 你这万一人家也是想要孩子 要不出来 生不出来也怪着急的 让我这么一说 这冤枉人家不好了 我是猜的啊 猜的 不想生了 不会 不会 冤不冤枉的 哎 反正这事啊 你等着 你等我调查调查 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哎 焦焦啊 我正要跟你打电话呢 哎呦 我晚上要陪客户吃饭 没法跟你一块儿吃了 小姑娘不高兴啊 真够累的 洪晓月都没那么耐心吧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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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就不能慢一点开了 着什么急啊 你行不行 你会不会开车 你看看 这饭还吃不吃了 你觉得咱俩现在 还能心平稀热坐一块吃饭吗 那行 找你的小萝莉去吧 挪车挪车 你觉得咱俩现在还能心平稀热 我们快去看 第一遍 我已经靠近了 现在让你开车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都是发出更大的 我从来 我们来说 好 有走到一個路 回轉頭看你還在身後 您好您所回的地方 您好您所回的地方 说不过 别让记忆再缠着 天花似乎没说 是你原谅了我犯的错 您好 你是哪 金叔叔 好嘞 曾迷惘彼此伤害过 至少此刻能笑着沉默 忘了忘了 没有什么可以重来 那只是一些画面 证明爱曾存在 算了吧 总会有另一个人等待 就在下一个路口 你最好别回头 黄老板 没有什么可以重来 那只是一些画面 证明爱曾存在 算了吧 总会有另一个人等待 就在下一个路口 你最好别回头 又走到一个路口 回转头 开遗憾在身后 既然昨天已经相互祝福过 别让记忆再缠着我 来 宝贝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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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别拿一拿 来来来来 老公帮你一下啊 小心别洒了啊 尝尝口感 是不是不一样了 再也撒不出来了 是不是 老公聪明吧 哎呦 别别枪咬啊 整个真好 哎呦 叫什么也还枪咬 我不能替你喝了 跟大婴儿似的 这家是家 呦 别illance 我离开了 哎呦 焦焦啊 哎呦 五总 我不送了 谢谢 哎呦 有空的 干吗 你谁啊 我是她男朋友 不是 放手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就因为我答应跟你一块吃饭 后来毁约了 至于吗 刚才送你回来的那男人 他是谁啊 管得着吗 我是你男朋友 一男人送你回家 我就不能问问吗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个儿吧 只准你跟别的女人一块吃饭 不准我跟别的男人一块吃饭吗 这份活动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才毁约了 我想啊 像咱们俩这样的关系 少吃一顿饭 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我是在忙工作 不是在背着你跟别人去约会的 是吗 秦勇 我发现你现在说谎都不带脸红的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 看来我看错了 我没说谎 你以前忙得还少吗 你耍我约的时候还少吗 我哪一次有跟你无理取闹过 哪一次有打扰过你的工作 我是那种不懂事的女孩吗 是是是 可是那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你问你自个儿啊 我怎么了 我是我没什么呀 好 你还不承认是吧 那你跟我说 你今天的客户是谁 说话啊 我 谁 晓晓 我没必要把我所有的工作关系 都讲给你听吧 那好 那我觉得没必要再听你说什么 所以你就别问了吗 如果你打算和他旧情复燃的话 你就别再扯上我 你都看见了 非得我看见你才承认是吧 我没什么好承认的 我跟他就是客户关系 我跟他就是谈买卖 谈买卖 那你干嘛偷偷摸摸的 你上一次就是因为他 抛下我就走了 这一次又是因为他 还跟我撒谎 如果你跟他纠缠不清的话 那我退出 我真的不愿意跟别的女人 分享同一个男人 不是 就 所以我跟他一边 他叫我离开 我们跟他一边 一边就走 我跟他们走 我走了 对 我说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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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吴总 我想亲自跟您见一面 我在全国有很多家瑜伽馆的连锁店 我除了这次订货之外 我还想跟您探讨一下 营销策划这方面的东西 您看您能不能抽出宝贵的时间 跟我见一面 好 我现在正好有时间 请您把地址告诉我 怎么样了 搞定 你说你 就位瑜伽老师 飞装自己是什么瑜伽老板 还有好多好多的连锁店 真 真是点都不脸红 我这是为了谁打中脸充胖的呢 您不给我揉揉和恰恶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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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 我真没那些生女儿的妈妈们感到心痛 这女儿没出息吧 这妈妈得多操心 行了 别感慨了 我们先走吧 走啦 小妈 她期待了 我儿媳妇从老家回来 带点特长 我给你送来了 谢谢 谢谢 你看你这还惦记着我 那谢谢什么呀 你平常不也竟给我好吃了呢吗 三媳妇有动静了吧 没有 一直没有 带她上医院看看去 看了 检查了 三儿和她一点事都没有 都很健康 头二年 我那侄儿媳妇不上我这儿来 还让你们那老大给找工作 你记得吧 怎么 她呀 结婚呀 也老门有 这不是 头两月生了 那太好了 生的什么 生大胖小子 祝贺 祝贺 她 那她没有 她后来怎么有的 她呀 结婚好几年呀 老门有 然后上这医院 上那医院 去了多少个医院 都说她没毛病 她就是不生 后来别人搞她说呀 说让她去领养一个 就能生 还有科学依据呢 没多少日子就怀上了 你说邪门不邪门 你是说 他们去外头领养了一个孩子回来 然后 她就 怀了就生了 对呀 怎么会呢 是 咱不唠唠了啊 我得赶紧回家 跟我儿媳妇做饭去呢 这儿媳妇连方便面都煮不好 我走了啊 走了 那你上家来啊 好嘞 你有工事我那儿去啊 谢谢啊 来 来了 来了 是她吗 哎 吴总 你好 什么意思 吴总 咱们坐下说 吴总 您别对我们有敌意啊 我们骗您是我们的不对 但是我们要不骗您 您也不能出来见我们呢 您说您这么大一企业老板 我们见一面也难 我们就是想跟您聊聊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聊的 我就叫你乌美姐吧 对不起 我们不是一个辈分的 我们今天都不谈论辈分啊 现在不都流行叫姐吗 这姐不代表年龄 代表的是江湖地位和尊重 你是不是还想跟秦勇复婚啊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啦 秦勇是我男朋友 你是他前妻 你说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 他有没有女朋友 跟我也没有关系 那姐的意思是想复婚呗 我再说一遍 这是我自己的事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这是想逃避责任 我在逃避什么 我有什么责任 我用得着你来教训我吗 姐 您别动气啊 我们娇娇跟秦勇在事 都是众人皆知的 再说这秦勇家也都知道 我们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问问您 您要是想复婚的话 那我们娇娇就再等等 要是不复婚的话 那他们俩就结 我们这不挺大方的吗 给了您充足的时间做准备 是够大方的 这个备胎做得挺道德的 谁是备胎还不一定呢 我不想干涉你和秦勇之间的事 我想等你们俩解决清楚了以后 我自己再做决定 对不起 我们两个的事情解决不清楚了 我跟他有二十几年的婚姻 有一个女儿 甚至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你要接手这个二手男 难道连这样的思想准备都没有吗 思想准备我是有的 她和她的前妻 有什么正当来往 这是我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她的前妻另有想法 另有目的 那就另当别乱了 真是抱歉 我对她有什么目的 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如果你跟秦勇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不满意 你可以去找她 我还有事 不陪你 我先走了 她这也够牛的 就差那么一句 找我律师谈吧 她就是想复婚 想复婚哪 不可怕 这最可怕的就是啊 不复婚啊瞎搅合 忽美 情勇 你谈恋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请你以后 管住你的女朋友 让他不要再来骚扰我行吗 老邀报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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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避不是办法啊 我这才不是逃避呢 我是生他气了 不想理他 你要是真想跟他结婚 你这个时候 你不能跟他闹 让那个老邀婆钻空子 这个时候你该忍地忍 你不该忍也得忍 你现在只不过就是个女朋友 等结了婚了 你再对付那老邀婆 来得及啊 找个秦勇这样的男人 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丑男不一定 比这高富帅靠谱到哪儿 这样子都不靠谱 你还不如找高富帅呢 这个时候啊 你就得加倍对秦勇好 要超过他前妻的好 你要是再闹 跟他前妻有什么区别 可是他总难我 和他前妻做比较 我和他前妻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这比较是天性 是潜意识 这幸福跟不幸福 不都比较出来的吗 哪有什么标准答案 听话啊 要学会演戏 我对他可是真心的 干嘛要欺骗他 有时候真爱 也是需要演技的 你瞎说什么呢 安须留望法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偷的 来来 有什么事就保安室说 我不是小偷 怎么回事小云 她偷东西 我 我不是小偷我没有偷东西 好 妈 您怎么来了 我来找雪 这怎么了 我处理点事 雪在收银台十六号 您去吧 不是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先别说吧 先去保安室 走吧 保安保安室 六十四号六十四号 走 好 爸爸 乖啊不哭啊 乖 乖 乖宝贝 我真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件东西真的是我宝宝顺手拿着玩的 我当时没有看到 再说了 这么便宜的东西 我犯得上偷它吗 这件物品在你车上 而且没有买单 按照我们超市的规定 要处以十倍以上的罚款 如果你不服气 你就打110吧 就为这么点小事情 我犯得上报警吗 那你就交罚款吧 我没偷东西 我凭什么交罚款呢 你这个人啊 你说没偷就没偷啊 我们系统都报警了 我们是有证据的 你没有证据说出你没偷 你们超市 不是都有摄像头吗 你可以把视频调出来呀 你看看我到底 有没有拿这件东西 我今天绝对不能交这个罚款 我要是交了罚款 我就是认偷了 我不认 我没偷 你不认 这事处理不完 我们是不会让你走的 好吧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是你们这家超市 某个商品的供应商 咱们整个城市 好多的超市 都是我来供应的 你说以我这样的身份 我犯得上 去偷这样一条短裤吗 我宝宝拿了你们的东西 我没有注银的是我的责任 但是你们绝对不能 把这件事情定义为偷窃呀 你们做保安 应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应该很清楚 什么样的人 是会偷东西的 而什么样的人 是会被误会的 如果你要是 坚持这种态度 那我只好报警 这位女士 我相信你 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冯大哥 没事了 你走吧 谢谢你啊 宝宝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走了啊 宝宝 谢谢 谢谢你啊 雪 妈 你怎么来了 摆东西跟我说声不完了吗 不不不 我找你有事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 我啊 我还得几分钟了 那你忙 我在我里头转转我等你啊 哎 别人下班了 下班了 找我啥事 这都你买的啊 你买他的都不打车 还不赢 你看多少钱啊 来来来来 走 他全是 雪 我有个事跟你伤他手了 您说 我想啊 你跟冯海儿 能不能和小三儿 小倩他们 把房子换一换 三儿哪儿住回来 你们哪儿先住到他那儿去 为什么呀 您那烦我们了 我怎么可能烦你呢 你不烦我 你肯定有发疯啊 他他他 我是完全两码事 你看啊 小倩到现在都没有怀孕 李大妈呢 给我出了一个招 她说有人这么适合 怀不上孩子吗 领养了一个 领养了一个孩子呢 哎 夫妻俩就怀孕了 我就想了 给他们领养一个孩子 你看 如果领养一个孩子 还让他们担固 他们肯定不能同意 就算他们同意 我也不放心 所以 还是 他们住回来 我还能帮着带肯定的孩子 妈 领养孩子 这事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我是深思熟悉过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 林小倩什么时候能生孩子 那都成高龄产妇了 你让我住三儿里房 我肯定高兴 活儿肯定也没意见 但是人 三儿和小倩人能高兴吗 人能同意吗 人你好好的房子不住 让我们住 然后他们搬回来 关键你还给人弄个一孩子 人知道了肯定不乐意 不行的 由不得他们乐不乐意 我说了算 有本事 给我生一个大孙子出来 是吧 很简单 这事您别跟我商量 您还是跟他们俩商量吧 妈 你这都拿的什么呀 这蘑菇 湿干 辣椒 这一碗辣椒 吃了全都不得 好 那就要去啊 面快点面快点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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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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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为什么从不认识你 就一直在说对不起 我想给你幸福 却总给你带来伤害 可是我真的想给你幸福 你误会我了 我跟她已经是过去世了 而且永远不可以在一起了 因为我心中有了你 已经重复下任何一个女神了 如果你还爱我 能够原谅我 给我电话 我很想你 别扯我了好吗 真肉吗 四十多岁的老白马 还挺浪呢 要不怎么说 这男的还是上了岁数好 直到疼人 要是青春没有结过婚就好了 四十多岁了还没结过婚 那她肯定哪个零件出问题了 送你 你敢要吗 现在这大款呀跟小姑娘 不都是玩玩吗 像老白马这么认真的 难找 你就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 都哪天给她惹烦了 她不搭理你了 肠子都毁清了 到时候再去找李薇吧 李薇有女朋友了 你见过她了 偶然痛她过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了 打个招呼呗 怎么好像挺失落的呢 虽然说 是我先甩了她的 也真心地祝福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身边带了一个别的女儿 我心里还是觉得酸酸呢 人哪 要多贪婪又多贪婪 来 李薇身上啊真有一点好 就是宽容 我和她在一起啊 你觉得特别轻松 她从来都是以我开心为开心的 也不会为了一些小事跟我吵架 跟她待在一起啊 就是轻松 住在一起吧 佼佼 失去方知宝贵 这个道理呢 同样适用于老白马身上 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老白马 同样 你也会觉得她身上有很多优点的 喂 妈 我去上班呢 什么 开会 那行行行行 我下班就回来 好嘞 再见 晚宁又给谁打了 又给谁打了 来 吴美 你好 今天晚上呢 我要组织全家 开一个家庭会议 会议结束以后呢 我们全家吃海鲜 欢迎你参加 你要来的 我们都等你 好 挂了 妈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担心什么 这林小倩听了还不蹦起来 换房子的人本来就不愿意了 你又给人弄回一个孩子来 我现在就希望她蹦 她早蹦 我早就收拾她了 就是因为她一直不蹦 我才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收拾她